全球恐懸大衰退 軟著陸或硬著陸 戰習買美在比較賺 還是贏入贏賺更多 如果是硬著陸 我們應該要買什麼 如果是軟著陸 我們又應該買什麼 今天這一集你一定要看 Yeah everybody say I'm getting older So worry about硬或軟的問題 所以這一題找我來就對了 但是你放心 我現在還是硬汗 I'm hot man OK 嘴巴很硬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FreeFreeFre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PO 我主持人哲哲郭忠 來看一下投資必修客 全球恐懸大衰退 軟著陸或硬著陸 戰習買美在比較賺 還是贏入贏賺更多 我們請教三位 贏財富自由了 第一個哇 聽說這個分析師 聽說你知道怎麼樣嗎 他有自己的財團 有這紐約有自產 還有高爾夫球館 全世界各地都有 他的房子 然後也有很多女人 台灣就有這個分析師 來第一位 川普 最像川普的女凱分析師 你好川普你好 Hi My name is Donald Everybody say I'm getting older Yeah everybody say I'm getting older So worry about 硬或軟的問題 所以這一題找我來就對了 但是你放心 我現在還是硬漢 I'm hard man OK Hard man Hard man 嘴巴很硬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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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肌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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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育卡老師記得 專業要叫他LINE一下 來第二位 帥氣逼人啦 逼人了 中坤生分析師你好 左生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現在說 這個也是近期討論度很高的問題 就是說 股市也跌了 那再次目前也是在低檔 那到底是買 相關的股市ETF比較賺 還是說再次的ETF比較賺 所以我就說今天 我也蠻想知道的 你蠻想知道 老師我總算知道為什麼 那個Coco沒有那麼喜歡你 太帥了 而且我發現你最近有點黑眼圈 晚上有時候可能比較累 在研究 股票 最近美股波動比較大 就看得比較晚 看比較晚 對啊 好 OK OK 好 沒問題 所以坤生老師 又帥又專業好不好 這學技力非常傲人 記得加LINE好不好 第三位 陳偉大老師你好 朱姜哲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如果說硬着陸 我們應該要買什麼 如果是軟着陸 我們又應該買什麼 今天這集你一定要看 軟着陸又該買什麼 軟着陸是我們所說的硬着陸 老師利厚就是景氣 大衰退了 或者軟着陸就是景氣數據有下滑 可是是良性能下滑 我們知道嗎 知道啊 就通膨下滑 通膨下滑兩種是軟着陸 硬着陸 好老師來看一下 老師 好 飛農數據大爆炸 這個就業數據的 美國恐面臨大衰退了嗎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主要是因為啊 美國的8月份啊 飛農就業人口啊 原本大家預期會有16萬 但是呢公告出來卻只有14.2萬 所以大家認為說糟糕 就業的一個狀況比較差了 那是不是要面臨到所謂的一個 經濟衰退的問題 OK 那麼接下來大家就會看說 美國8月份的失業率 目前看起來呢 公佈的跟預測大概差不多 都是在4.2%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就業數據的一個情況之下 要直接去判斷 是不是硬着陸 我覺得有一點點的一個難度 但是呢 聯準會的理事啊 三位理事啊 基本上呢 都投出了所謂的偏割派的一票 聯準會理事窩了 他就提到說 9月份的利率會議啊 很可能就降息兩碼 那這個地方是非常有機會發生的 再來呢 紐約聯準會的總裁Williams 他說 現在通膨有進展 就業降溫 所以現在適合降息了 再來芝加哥費的總裁古斯比 他認為說 需要多次的降息來支持 就業市場的健康發展 所以不管他們是從左邊開始講 還是右邊開始講 基本上他們都 都只到頭一個結論 就是他們都認為現在就是一個 降息的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那我們看一下FedWatch 他最近的一個降息機率表 那可以發現到呢 在即將來到了這個9月18號的這一次啊 降息一碼的機率是高達66% 所以這個是目前大家的一個 公認的一個降息的一個情況 目前為止啊 那公佈後 我們現在已經公佈了嘛 公佈後還有大幅度的變化啦 好不好 CBI公佈會大幅度的變化 老師你去說 對 好 那麼 可是感覺降無碼是滿有機率的 降無碼可能是要等到今年年底 或者是會跨到明年 老師那你喜歡無碼嗎 那你笑不開心 玉凱 我們想他想的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我是蠻喜歡的 為什麼 那個什麼 人間倩領幽魂那個無碼 老師你有沒有想到很奇怪的地方去 我是說降無碼對 制作的景氣是不好 或對股市好不好 是 降無碼如果說 如果說是緩降 為什麼講這個你就講不出話 如果說是緩降 當然其實對經濟來講應該會 衝擊性會比較小一點點 是 緩降應該還好 所以無碼算還算緩降 試探性的 如果說是跨到2025年的話 更好了 就更好 那我知道 謝謝老師 老師我們順便看要美債 好 00687B 這個國泰20年美債的ETF 那麼從9月初開始 它的一個股價就開始持續往上做總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認為其實跟先前 這個葉倫他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 現在的這個就業雖然說是成長放緩 但是美國的經濟已經實現軟著陸 這樣子的一個預期 所以既然是軟著陸 那麼按照我們過去在Fleys跟大家分享 軟著陸的情況之下 那麼接下來很可能就是 美債會漲 然後股市也漲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有沒有一些所謂的 過去的一些數字 可以去做一個佐證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 債券的漲跌其實跟升降息是最有關的 我們從2008年當時金融海嘯的情況來看 黃色這條線是美國的基準利率 當時的一個利率就是開始出現 這個急降的一個情況 而當時呢 利率在這邊喔 對喔 然後當時 換大 利率本來是差不多四點 差不多5%目進喔 對5% 那一口氣劈啪就降到幾乎快要零利率 對 對快零利率 然後載券價格 載券價格TLT的一個走勢 是往上去做走高 這有20-30%以上喔 OK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右邊 就是2019年到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呢 預防經濟衰退 再加上 後來爆發這個新冠肺炎 COVID-19的一個部分 那麼當時呢也是實施了一個 所謂預防性的一個降息 降息就突然從2.4% 啪啦 啪啪又直接降到0% 那當時的TLT的走勢也是 往上去做一個 噴出的一個架構 這都是 但是從過去這個連準會降息 然後在這個TLT的一個股價的走勢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正相關 好 正相關 很重要 老師要講到這些重點喔 好 老師我們來算看下去 聽說美債會越穿越平嗎 我們反而告訴你 欸 不論什麼情況之下 好像只要通膨數據下滑 是 不論股市漲跌 反而債券都會漲了 老師 對 好 在先前我們提到就是說 如果說經濟是呈現了就是 軟著陸的話 這邊提到 目前軟著陸機會是比較大的 軟著陸的話 連準會緩慢降息 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這個股票市場會漲 債券市場也會漲 那如果說是經濟硬著陸的話呢 那經濟有可能會陷入衰退 這時候連準會 採取的是快速降息的一個政策 這時候反而會讓股票市場跌 那債券市場還是漲 所以在過去呢 我們跟大家報告過就是說 其實不管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 基本上呢 站在比較穩健的一個思維來講的話 事實上投資這個債券 應該會是比較安全的一個選擇 OK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更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老師說我們其他成績沒有 今天是很專業 因為其實我們告訴你什麼是軟著陸 軟著陸這個情況是股市 股市漲 債券也漲 然後如果是硬著陸的話 股市貸債券漲 然後我們要 因為很多人 那時候很不專業 很多財經的節目 財經網紅有些 不像老師那麼專業 他會告訴你說 哎呀這降息就會股市崩 其實不是 降息有兩種嘛 就是軟著陸跟硬著陸 有一種是景氣摔對 那種硬著陸的降息 有一種是那種看起來是通膨 自然而然的下滑 的軟著陸的降息 所以我們把這兩種分開來 統計原因來統計那個數值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做一下就是回測 那我們去比較一下 就是當降息的時候 這個所謂債券型的ETF 跟S&P500指數 他們的一個股價的一個表現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 那我們主要是探討五個 第一個就是 二次石油危機之後 當時通膨降溫時候的一個降息 還有一個是經濟過熱 造成了通膨瓦解的緩解時候的一個降息 還有就是在過去有網路泡沫化 或者是房式泡沫化 當時經濟面臨到衰退時候的降息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這次的預防經濟衰退 還有二屋戰增加通膨時候的一個降息 這是五種降息不一樣 為什麼很多人說哇降息股市會崩 是因為他們只統計到2000年 因為2000年緊激衰退 經濟衰退帶著股市崩對不對 所以就哇降息造成股市崩 不是是因為經濟衰退還不得不崩 所以像我們這麼專業 像老師這麼專業的節目 我們這麼專業節目很少見 所以這五種我都幫你分下來 就到時候才知道是軟軸路 那像股市為什麼有時候漲有跌 有時候跌 它分不清楚到底是這個類別 是通膨溫和下降的造成的軟軸路的降息 還是經濟衰退造成它不得不降息 通膨急速下滑的不得不降息 急速降息的 緊急衰退是哪一種降息 老師我們把五種都來比較一下 從1989年代1995年代到現在 經濟過熱通膨二次石油危機 右邊有些網路泡沫對不對 凡事泡沫這些 還有2018年預防經濟衰退 甚至是疫情那時候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跟大家去做回測跟比較 首先第一個 第二次石油危機 當時造成的通膨降溫的時候 也就是屬於它是因為通膨降溫之後的一個降息 分了兩段 第一段就是預備降息的一個前面的時間點 就是從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就是準備降息的階段 就現在這個階段嗎 差不多類似這樣 你看不要大家覺得美債漲很多 就以前過完 現在美債大概漲3% 從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如果明天降息的話 是3%而已 所以為什麼美債現在是漲啊 本來就是以前漲12% 漲25%對不對 來 你繼續說 好 如果說是這個預備降息的這個階段 美債呢 是上漲了12.4% S&P500也是上漲了11.6% OK 1995年那時候也漲10%都有 對 OK 降息前都有漲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階段就是 降息的期間 美債就漲更多了 美債總共漲了37.1% S&P500也漲了40.9% 比這個預備降息的這時候漲幅 還要漲得更多 還是有S&P500 S&P500 你不懂你就可以等同音 00687B 0069B 然後Versus相對於什麼 台灣50 這樣比較懂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就指數型的ETF 就是一個是什麼 上面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們看一下 是1989到1992 第二次16危機後 造成通膨降溫 對 好不好 對 16危機後 然後也是1995年到1998年 老師這種是溫和的通膨下滑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老師你講到重點了 來 哇美債有漲對不對 美債有漲 股市漲更多 股市也漲 所以這一次如果也是溫和降息 你不用擔心你的股市會漲得 比美債有漲多 是不是這樣說 是 好 按照過去的數字的確是這樣 這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上漲的趴數一個11% 降息前好像都美債 預備降息的階段 都是固定 感覺每次都很固定10幾%而已 好 那降息以後 降息之後 降息期間 都漲 43% 這報酬 43% 可是S&P500漲更多 溫和降息 暖着陸 對 股市反而比債市更值得投資 好 溫和降息 老師然後呢 來看一下 好 景氣衰退 第二類是比較 偏下於景氣衰退時候的一個降息 絕大多數的財經網紅 其他沒有像我們這麼專業 我們不能講別人不專業 我們沒有像我們這麼專業的節目 他有時候只做到2000年到統計 你不要害我 我們現在敵人已經很多了 老王賣瓜 自賣自誇嘛 雖然我們有搞笑 可是我們也有專業性嘛 是不是 來專業性 育凱老師 有專業性嗎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你看我叫他講專業性 因為他每次來搞笑 你看有專業性可以嗎 收音又收到 你好像是刻意這樣講的 我刻意人就知道 有時候有些話心照不宣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過去三次這個降息 是因為就是經濟衰退的時候 的一個降息 第一個是2001年的網路泡沫化 第二個是2007年的房市泡沫化 然後再來就是2019年 預防經濟衰退當時的一個降息 那我們在預備降息階段的美債 現在都是漲的 這跟剛剛的這個 我們所謂的就是 非經濟衰退 就是通膨降溫的降息 基本上這個漲幅是差不多的 早知道就直接買了嘛 投資朋友有沒有發現到 所以9月18號之前 其實平均漲幅都是10%以上 你不管哪一次 不管你是暖著路硬著路 反正要降息 開始降息嘛 下禮拜不是9月19號開始降息嗎 凌晨2點嘛 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通常要10%以上 我們現在漲3% 從最後一次升息來算的話 是沒錯吧 所以這最穩 所以我們現在買美債有些人很開心 可是來 S&P500好像是好實壞 對不對 S&P500呢 在第一次這個 索保木泡沫化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 他是下跌了 跌了6.9% 是 然後再來就是 18.7%跟6.8%的上漲 跟疫情錢 這兩個 但上漲幅度 跟金融海嘯 對 也不多啦 平均我們來看一下 平均是6.2% 還好 大概只有在市的一半 也不夠好 好沒關係 這才重點 接下來就結論老師 好後面 等到真正進入到降息階段 就是延長會可能覺得 呃 大事不妙 這個經濟有點衰退 經濟衰退造成的不得不降息 急速降息 這時候美債就漲29.7% 跟40% 跟28.1% 但是S&P500指數 沒有一次是例外狂跌 欸 跌了24% 39.3% 跟2.4% 答案出來了 所以有些人為什麼覺得美債有些人覺得好 美債有些不好 因為沒有財經節目告訴你 事實有兩種 降息有兩種 為什麼你特別喜歡我一下好不好 降息有兩種 一種是通膨 溫和下滑造成的降息 一種是景氣衰退 造成的什麼 降息啊 景氣衰退那通膨下滑更快 所以你看 都是 你看降息期間 美債反而廣漲 拉遠一點點就好了 美債反而廣漲32% 可是S&P500 跌了二幾% 算蠻慘的 一來一晚差多少 差不多要50% 欸 你先買完美債以後 看低點再切一位 S&P500 你贏人家50% 逢第一站買進 哇 財富就翻倍了 賀景麗 你聽說就很有錢了 你有什麼問題你說 老師如果這次呢 是因為經濟衰退造成的降息 你會建議美債跟台灣50怎麼配置呢 這個比例上當然就是美債來比例要高很多 高多少 要高很多 可能 80%或者90%吧 這麼多 因為你都知道要衰退了 因為你都市在S&P500會跌 為什麼要買這麼多 是 他講沒錯 對 如果你不知道他會漲會跌 不知道是哪個 是哪一種理由 是溫和下滑 還是景氣衰退的 你不知道的話 那你就是現在可以55或56 好不好 5566好不好 56不能亡 我覺得一個很溫和的 每次我在別的節目上 或者說我們福利社講 我說很簡單 你都不知道配多少比例 你拜託那就不要存現金吧 你把所有的現金拿去換美債都很好 除了你生活上可能需要應急的 你懂不懂 因為生活上平常有需要的一些零錢 那全部的錢 訂存的錢 那個放在銀行的錢 有多少錢 然後保單的錢 有些保單 售錢 有些保單沒那麼重要的 那麼 儲蓄錢 儲蓄錢 儲蓄錢保單沒那麼重要的 這種儲蓄錢保單 那投資 特別理財保單 沒有那麼好的這種投資項目 包括現金 全部買美債 你就謝謝我們福利社 很多人就是因為在美債 訂我們頻道 是沒錯吧 因為怎麼樣都比5% 他們怎麼樣都比5%低很多 美債隨便便就來個5% 還不含股價的漲幅 對不對老師 你怎麼看呢 我都把你講完了對不對 我要補充的是說 其實剛剛葉倫有提到 她認為現在就定調是隨軟著陸 所以其實剛剛賀錦麗小姐 所問的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是硬著陸的 這樣子的一個假設 我認為出現的機會是比較低 太好了 我覺得是比較低 老師這張圖表很重要 我們放大 降息原因 老師你來解釋一下 好 如果降息原因 是因為 是因為這個所謂的 通膨溫和下降 而進行的一個降息 就是我們所謂的軟著陸 那麼在預備降息階段 美債跟S&P500他們的漲幅 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一旦進入到真正的降息階段 那麼美債會漲S&P500 可是這個時候 這個S&P500 他的一個過去的一個平均漲幅 是高達76.9% 歡迎 通膨是溫和下降的 好 可是如果是景氣衰退 如果是景氣衰退的情況之下 降息階 還是漲 預備降息階段13.5%的漲幅 那麼正式降息階段是32.6%的漲幅 那S&P500在預備降息階段 是有小漲6.2% 但是 一旦進入到所謂的正式降息階段 他反而是呈現了下跌 啊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所以這硬著陸 美債要多買一點好不好 那我們硬著陸 我們福利社長每天都跟你們講 好不好 我們現在數據也不夠 老師結論什麼 來 結論就是呢 如果說因為通膨溫和下降 所造成的一個降息 那基本上呢 預備降息階段 其實美債ETF表現比較好 但是等到進入到真正降息階段呢 反而是S&P500表現比較好 因為降息是有利於股票市場的一個發展 OK 那如果說是經濟衰退所造成的降息 那當然不用講 美債表現一定是比較好 他在預備階段呢 就有出現平均13.5%的漲幅 那麼降息期間的平均漲幅 也高達32.6% 合計起來是46.1% 這個情況之下就會優於S&P500的一個 當時的一個表現 就是景氣衰退這個時候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我們剛才已經重複了啦 所以接下來投資人要關注 年準會降息的一個 理由 可是那理由就是看數據啦 所以還是不如我們福利社 我們每天都告訴你 接下來什麼數據要看 景氣數據要看什麼 PMI 初領失業金 飛龍 大飛龍 小飛龍 失業率這些 製造業PMI 福利業PMI 做研究很辛苦 你只要看我們節目就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獨家的想法 帥哥川普先生 川普 的旁邊 松坤森老師你有什麼想法 我就說剛剛這樣聽完 我就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因為美國目前經濟確實就是 頂多是趨緩 但絕對沒有到衰退 所以目前定調一定是軟左路 那所以目前我會選擇可能說 8.2的股債配置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目前的狀況 8.2就好 對股票是8 那再次是2 對這樣可能可以把報酬率 拉到最大 那同時又有兩成資金 是比較偏向說賣保險的概念 老師都會買保險 身邊不會缺 缺資金 好對 帥哥旁邊的 那個ABC低哥 D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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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看綜藝摔 這一次 D哥 OK 好 我們來談談這個東西 我覺得 如果說是債跟股的比例的話 要看自己的資金規模 因為其實債 我認為比較適合資金部位 比較大的投資人 如果說你的資金就只有50萬80萬 我覺得就放股票就好 對 因為你賺起來沒有感覺 你說擺個一年 也許你可以賺到10% 可是8萬塊其實沒有feu 所以我覺得說看資金比例 我建議是 你可能資金有到500萬1000萬以上 你再去考慮再 那如果說你資金現在可能還在草創階段 你只有個幾十萬 甚至500萬以內的話 我還是建議年輕人盡量衝 老師你有點像一個藝人 那個藝人蠻帥的 誰 那一位 顏承旭嗎 歐漢森啊 更帥耶 你覺得陳婚生你覺得有像 有有有有有點像 哪裡有 哪裡有 周宜民吧 流星花園的周宜民 這個也沒有 沒有啊 周宜民 摸下去 周宜民等一下跳出來揍你 我跟你講 好不好 開玩笑 只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你自己來 你覺得是不是有點像歐漢森 像 像你看他自己想要點他 他也是領薪水 不像人領通告費都一直在笑 沒有啦 開玩笑 謝謝他 每周一周晚間8點上線 訂閱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而且要怎麼樣 要抖內我們 按超級感謝 我們沒有在業配的好不好 我們就是 希望你的贊助 按超級感謝 1000塊也好 100元也好 都謝謝你 然後135解盤 24是教學影片 每周一周晚間8點上線 對的 最後按這個話 謝謝光陰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Free 大局 大力 多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硬海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協定 買著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 去 走 走 人家 二頁一周 創大舞 想先到 開始搶打 太棒了 太棒了 哇 這嘴巴好厲害喔 OK 別怕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誰要紀律 我確實夢一動 我還能看過 看空 槌下球 那又我跟著 你如果有 買酒奔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信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最最高 殺最低 誰又該掉這壞毛病 歡迎到這裡歡迎 瘋狂股市復讀立社 二次交全體現 來的訪問 二次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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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